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早晚他们要照着上主给以色列人的法律书上所写的 在祭坛上献烧化祭 跟他们一起的有西曼 耶都顿和其他一些人 他们特别被挑选出来向上主歌唱 颂赞上主永恒的慈爱 历代字的历史的技术 是犹太人归回后的一个回顾跟反省 以前是向前而去的根据 借着历史的重塑 期待昔日上主的神迹大能 大卫的信仰典范 能够再次展现在回归巴勒斯坦的残破世代中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经济匮乏 并在帝国主义的淫威下飘摇不定 虽然如此 上主仍然意备赏识他们重新建造圣殿的目标 以当年的大卫王同声唱和 赞美和感恩 敬拜神不只是在教会中 也在家里也可以跟家人一起敬拜神 要如何实行呢 尽管耶和华的会幕仍在极边 大卫却将神的耶柜运回耶路撒冷 他计划将会幕跟耶柜一起放在耶路撒冷的新圣殿之中 使那里成为以色列唯一敬拜的中心 不过圣殿直到所罗门的时代才落成 他在盖好之后 以前以色列人有两个敬拜中心 并有两位的大祭司 一个在极边 一个在耶路撒冷 大卫西新指派立位人执行在耶路撒冷的耶柜前 以及在极边对耶和华的敬拜 他在耶路撒冷任派歌唱的 守门的人和吹号的人 有亚比亚他管辖 撒都在极边做祭司 这段经文的主要重点是歌唱和弹奏业器的人 在三十八节可能提到两个不同的恶别以东 在三十八跟四十二节有两个不同的耶都顿 耶柜在喜安安顿好了之后 众民各归各家 大卫也回到自己的家眷祝福 我们敬拜上帝 就是要尊重为大 以祂为乐 在整个崇拜中以祂为中心 虽然圣经中并没有很严格的规定 敬拜的形式 这让我们有很大的自由 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动 来向上帝表达敬拜的心 但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记得 敬拜的中心是上帝 敬拜是要荣耀上帝 如果我们的敬拜不是用来荣耀上帝 反倒是荣耀自己 就会为教会带来破口 我们承认 现今有很多年轻人的心 都被世界的潮流影响 不过不一定能够吸引人的东西 都是有价值的 求主帮助我们 敬拜不是为了吸引人潮 不是敢流行 是为了荣耀上帝 敬拜是表达对祂最炙热的爱跟感恩 向上主唱赞美感恩的诗歌 不该只在公民成就 战争得胜 领受神恩 为夸耀欢庆而唱 在祈祷工作 寻求上帝的这本书里头 引用了如云的一句话 人们修建 修道院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是为了在问题当中 颂赞上帝 来提醒赞美主 使人能够冷静地看待世界 以及自身生活的问题 让我们不需要肩负着独自解决所有问题的压力 因为那背负着所有创造物的上帝 也背负着我们以及我们的问题 赞美主让人有一种幽默感 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得失 在圣殿还没有建造以前 大卫先显照一些人送赞上主 永恒的慈爱 这确立了圣殿建造的功能 不是为了世人解决问题 而是人在问题中送赞上主 在彼此昌赫的赞美声中 领受到依靠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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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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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